今天我们来学习第十一课理想的职业 就是你以后最想做的工作是什么 然后呢 这里给大家列举了一些职业 比如律师 会计 收货员 服务员 工人 医生 护士 商人 等等这些 有些同学呢 对于律师 或者会计 这些词语呢 不太理解 或者之前没有听说过 这个没有关系 我们下面一个一个来看 这里呢 我和我们课后的词语顺序不太一样 这个没有什么关系 我们来看这些图片 第一个 第一个 这个应该是医生 对吧 医生 然后这个呢 是护士 医生和护士 他们穿的衣服是不一样的 护士呢 他们很多都会戴白色的 或者粉色的 这样的帽子 看这个 对 这个就是和我一样 都是教师 然后这个呢 是警察 穿的警察的衣服 很好认 对 这个呢 是 中国一个很有名的 演员 对 就不会演电视剧 或者电影 他们是 他是演员 然后这个人呢 对 他在写字 对吧 他写了很多书 他是 作家 好看 右上角 这个 他在画画 对 他在画画 他是画家 他们在唱歌 他们是画 歌手 歌手 然后他们在拍照 他们 我们之前学的摄影 对吧 他们是摄影师 这个他拿的是篮球 所以他是运动员 这个他是记者 他在采访 是记者 reporter 对这个呢 在我们社会中很常见 他们是工人 他是服务员 对 服务员 对 这个我们去超市的时候 会经常有人会说 你要不要买这个 这个很好吃 这个衣服你穿很好看 他们是售货员 就是要把这些东西给卖出去的人 售货员 对 这个呢 大家都知道是马云 对吧 他很厉害 他是商人 对 你看他在计算 对吧 在算账 他是会计算账的 对 有一些人呢 和法律有关 他们的工作 都会帮助一些人 解决法律方面的问题 所以是律师 那我们在盖房子的时候 有工人 那也要有人 这个房子怎么盖 然后要盖多高 什么样的形状 这个是谁知道呢 是工程师 这些人啊 大家知道毛泽东 对 他们是政治家 就和外交呀 还有政治呀 有关系的 很厉害的人 叫政治家 对 这个大家知道的吧 是监埔寨的 外交官 对 这个呢 是中国 很热门的一个职业 公务员 就是为国家工作 然后国家发工资的一个职业 然后 词语中包括的职业呢 我们都讲完了 再来看一下这些词语 我们讲到的有工程师 是吧 工程师 护士 画家 记者 警察 守护员 外交官 演员 医生 运动员 政治家 作家 歌手 公务员 对 我们还有一个没有讲 音乐家 我们没有讲 我们一会儿 再来看 什么是音乐家呢 比如说 去在很大的舞台上 弹钢琴 或者拉小提琴 这些就是音乐家 就是演奏乐器的很厉害的人 可以叫做音乐家 那你说唱歌很厉害呢 唱歌很厉害的也可以是音乐家 但是他们呢 还有一个称呼叫做歌唱家 对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其他的一些词语 工资 对 我们去工作 那老板就会给我们发钱 这个呢 叫做工资 下一个词语 激烈 剧烈 百米赛跑是一项很激烈的运动 因为一百米很短 对吧 你跑的时候就要跑的速度很快 就激烈 然后大家争论的很激烈 就大家说的 嗯 非常热情 然后 好论的非常激烈 然后下一个工作竞争很激烈 所以现在因为有很多人都在找工作 所以工作竞争很激烈 这个呢 我们在第九 在第十课的时候讲了 对吧 另外 in addition 就和除此之外 然后此外 除了什么什么之外 是 尽一词 尽管 有意见 尽管提 不要客气 就是有意见 你就提出来 然后不要考虑其他的事情 放心 提 还有一个意思呢 就是和 但是 然而还是 这些一起联用 尽管他不接受我的意见 但我还是有意见 要跟他提 在这里呢 尽管和虽然是一样的意思 那下面是 首先就是firstly 就第一 怎么怎么样 然后其次 就可以是第二 第三 其次 next 然后 除了这些呢 还有然后 再然后 最后 其实我们在以前讲课的时候 也提到过 危险 dangerous 辛苦 每天上班 很辛苦 很累 然后我们 在上完网课之后呢 很多同学都会对老师说 老师 您辛苦了 自由 free 自由 它可以是 它可以是形容词 也可以是名词 还有一个值得 第一个意思呢 就是说钱 花的 很值 就这东西买的值 这个东西 你花了十块钱买 然后它很好看 又很好用 价钱划算 第二个 是说这样做 有好的结果 说 小明学习很努力 他取得了好成绩 那小明 值得你去学习 就是说你应该向他学习 努力学习 打交道 就是和谁来往 他是一个坏人 你不要和他打交道 就是你不要和他聊天 不要和他说话 然后不要和他交朋友 竞争 我刚才说了 工作竞争 对吧 前途 前途呢 还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前面的路程 说我们要去 中国旅游 前途很长 比如说需要走的路 还很远 然后他有一个比喻呢 就比喻将来的光景 就是 比如说 他这个人 很认真 工作也很努力 他有一个光明的前途 就是他以后 一定可以挣很多钱 然后以后也会 生活的很幸福 前途 擅长 就是在某方面 有赚场 我擅长 做饭 就是我做饭 很熟练 而且很好吃 擅长打篮球 说 打篮球打得很好 那个压力 pressure 资格 就是说 从事某种活动 应该具备的条件 身份 说你没有资格 参加期末考试 为什么呢 因为你没有交作业 期中考试又不及格 就没有资格 还有一个意思呢 就是 因为他从事 某种工作和活动的时间长短 所形成的一种身份 他在我们车间里是资格最老的了 就是说 因为他在这个车间工作时间最长 就叫做资格最老 让我们词语就都讲完了 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 第一个是记者 第二个是医生 第三个是什么 对他们在公司 对吧 有经理 对你也可以用我们今天学到的商人 第四个 教师 五 钢琴家 六 警察 下面我们来看 今天要学习的语言形式 这两个呢 大家就很熟悉了 对吧 虽然 但是和 尽管 还是 他们两个有时候可以互相用 那尽管 虽然 我的汉语不好 但是我一定会努力学习的 这个呢 就不再多讲了 我们看 下一个是 不过 这个工作 难是难 是 对吧 不过 我相信自己一定能干好 就是说 汉语 难是难 不过 我相信 自己一定能学好 看 他高是高 不过 太胖了 这个是前面呢 是讲好的 对吧 是讲好的 是夸奖 不过 然后后面就表示 自己的看法 这件衣服 好看 是好看 不过 太贵了 下一个句是 要 必须 要毕业 对 我经常跟你们说 要毕业 就必须通过 HSK 四级考试 说 要 想挣很多钱 就必须努力学习 找到一个好工作 还有 书上的句子 我们就不再读了 要 第一要 说 要出国理由 第一 要有护照 也就是 首先你要办护照 第二个呢 如果你要出国 是要有签证的 要成为一名警察 第一要勇敢 第二要有好的身体 你有好的身体 才可以去保护别人 最后一个 要 不但要 而且要 要去中国留学 不但要成绩好 而且要有特长 就是说 你除了分数很高之外 你还要有自己擅长的 比如画画 唱歌 这些 都是很加分的 这些 我会认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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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认识的